第13章讲的是美谷银语 美谷银语这一章节其实分成两块 主要是一个 因为第12章讲股东权益 第13章也是股东权益的一项 就是权益的一项就是美股银语 那这里面呢我们会谈 EPS的计算 好那EPS的计算基本上对大家来讲 应该是非常不陌生 因为初号我们就讲过美股银语的计算了 好所以EPS计算对大家讲不是一个很新的 但是美股银语的计算呢 我们可以因为公司的资本结构的复杂度 而有不同的 而有不 必须有不同的EPS的计算的揭露出来 这是公报里头规定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讲的是美股银语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大家常常 大家这个最近呢有很大的一个新闻啊 我记得吧IC设计的公司 他说要帮他们的公司的员工加薪百分之25还是30% 我忘了 可是那个幅度是很大的 好那当然这个员工酬劳的部分跟我们跟我们现在第二个部分的第三章第二个部分要讲员工酬劳 好那在员工酬劳呢呃有什么好讲的啊 不都还是有就不完就完了嘛 可是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如果员工酬劳里面有跟你达成一个某个协议 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个星星呢他在当这个去要当那个上市贵公司的总经理之前那公司提了一个提了两个薪资的方案 一个就是呃我年薪给你五百万 好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我给你三百万的现金好年薪是三百万的现金加上二十万股的公司的股票 好那二十万股的公司股票其实形同就是五百万啊因为面值就十块钱嘛 所以加起来二十万是两百万 所以加起来也是五百万 但是这个二十万的公司的股票呢 他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个默契 你讲好好就是你要待多久或多少年以后你才能够执行这个股票的交易 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所谓的薪资的方案 所以二选一啊那我想公司第一是百分之九十 那个公司的那个股价就算是当时候给他的这个 所以给予日那天的股价都不是十块钱 就是已经超过十块钱以上 所以选择B方案就是先拿三百万的现金有二十万股的股票 当然是就眼前来讲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未来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境来讲 你未来收到的现金也是超过 就加上三百万的薪资也超过五百万 那一则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呢也是 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公司的大老板呢 谢谢一下看你对这个公司的经营有没有用心啊 因为如果你对这个公司经营有用心 然后营修就会好 获利就好 然后股价就会涨上来 所以你的说难听你就会赚得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老板也是一种的选择方案 那当然那个对公司的对公司来讲 好像也想让我付的更多钱 可是如果那个总经理 那个leader愿意花更多的力气 然后把公司创贷到更有竞争力的一个境界的话 那就是双赢嘛 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要讲员工酬劳的部分 但是这个员工酬劳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一个总经理而已 好 那个公司给总经理 那有时候是给高级主管 好 也是说哎 如果你当公司的 呃 营收增加多少百分比的话 我可以给你多少的一个 呃 股份的认购 这个是股份认股 股份基础几步 就在故路里头的 好 所以其实第十三项 我们要谈三个部分 好 一个是美股盈余 美股盈余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那这里今天会多一点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那第二个就是员工的酬劳成本 好 那员工酬劳的成本就像我刚刚讲的 好 那一者就是 呃 怎么样去认定你的酬劳成本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未来公司呢 就给高级主管说一个承诺 如果你让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话 我可以让你有多少的股份 那就是股份基础几步 好 这三个面 三个问题是这一章要谈的重点 好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谈美股盈余 好 这是比较大家熟悉的 这书上应该是前面先讲员工酬劳 我们先挑 我先把不是第二节是第三节 我们先讲美股盈余 好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美股盈余我要先讲的原因 是因为一则大家比较熟悉 好 应该第一节应该不是讲那个部分 应该第二节或第三节开始讲美股盈余 对吧 二十一页 好 请大家看一下二十一页 好 好 其实呢 我书上呢 我其实是比较希望你一开始不用去翻书 我一定会先讲你的概念 然后呢 会希望你去看书的时候 有时候是这些概念在文字上面怎么叙述的 我会带你看书 那另外一个也许我讲了很多点 那这个如果课本的话 你看课本的哪个地方 一则 我会再则呢 我们最常会教大家看课本就是它的事例 好 它的例子里面我们来解释 它的例子是怎么计算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观念是什么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所以我现在希望你大家是用听的 好 第一个我们来谈美股盈余 那我们讲美股盈余 在我们的初块里面讲过的美股盈余 好 甚至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讲中块的上册 讲综合损益表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后面 最后面要揭露美股盈余的资讯 记得吗 在我们谈第二章 综合损益表的编制 就除了表本身就是公司的营收 经营成果之外 最后面我们还要揭露美股盈余的讯息 那美股盈余呢 我们那时候是强调告诉你说 你就把它分成 继续营业单位 停业单位 还有本期损益 好 所以我们当时候讲说 美股盈余的揭露的重点是在于 现在讲综合损益表的时候 就是重点告诉你说 若你有停业单位 那就停业单位要单独劣势一个 如果你有停业单位 继续营业单位 就必须分开劣势 那当然课本的写法是 我有继续营业单位 然后本期损益 那停业单位不见了 可是你应该要顾名思义 中间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我继续营业单位的美股益余 跟本期损益不一样的时候 中间就有一件什么 有个停业单位损益造成的影响 这个是考验 不用考验 就是你知道中间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头 好 我记得课门的 那个事例里头的写法 他们有把停业单位写出来 但是还有写继续营业单位 然后在本期损益的美股益余 那这两个不一样 金额不一样 中间就有一个什么 停业单位所造成的损益的影响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 那个上学期的综合损益表的时候 有提过了美股益余 那当然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美股益余 除了它的揭露方式之外 另外我们当时有讲美股益余的计算方式 是本期的税后净利 好 去减 好 如果我要写的特别清楚的话 就是累积特别股当年的股益 好 这边我有强调的 好 应该本期 好 这边我有特别强调 好 第一个分子的不分 先讲再讲分母 第一个 这个税后不一定是净利 不一定是净利 如果是损失呢 一样 好 也就是说 我不是公司有赚钱 有税后净利 有赚钱我才能够把特别股的股利扣掉 不是的 我前面我的分子的前面这半段 这个前面呢 讲的税后净利 或者是 干脆一点点 或本期损益 指的就是 只要我的损益表税出来的 不管你是损失还是净利 好 都一样 好 所以 第一个要先告诉你是扣掉所得税的影响之后 那第二个 我要告诉你是 不管你是损失也好 那个获利也好 都一样 都一样后面要接这个东西 接 第一个 我告诉你是累积 因为我们讲过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说 特别股 基本上台湾目前的特别股 都是有什么 优先股利 所以优先股 优先而且是固定股利 优先的意思是说 当普通股要放放股利之前 必须先满足特别股的股利 好 第二个固定 固定就是 就是固定可能每年6% 3%的股利 就是看他的发行条件是什么 好 那参加非参加那个都不讲了 所以呢 一定是特别股的股利 然后呢 如果是累积的 这个我刚刚讲特别股就算是累积 公司也没有绝对的义务要每一年发放 他没有规定 好 我累积的意思是说 公司这个特别股每年都要发放股利 如果没有发放股利的话 那这个权益可以怎么保留下来 会累积到未来的年度 好 所以这个特别股 他是没有绝对要求每一年一定要发放的 是没有的 好 那第二个是累积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累积的特别股 他就算是没有宣告 我也要扣掉 如果你有宣告股利 你代理就是什么 就直接 代理就是属于 已经是要发放的股利了 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累积 但是没有宣告的话 一样要扣 第二个 我强调的是当年度的哦 如果这个特别股 已经基建了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年 对不起 我算当年度的EPS 每股以予 所以我只扣当年度的股利 我不管他以前基签的股利 好 所以这个分子的计算里面 有几个点 你要特别留意 好 再来就是他的分母的部分呢 我们讲的是加权 平均 好 流通在外股数 好 而且是通常我们是指的是普通股 的股数 好 这边呢 我们强调两个 第一个是加权 平均 第二个叫流通在外 换言之 如果我已经发行出去 再把他买回来的库长股 好 扣除 因为他没有流通在外 好 然后第二个 加权 平均 是说他年度当中 有任何股利的发放的时候 就他有任何的股数的异动 不是股利 任何的股数异动的时候 我都要什么 我都要算出他整个年度的平均是多少 好 所以当时候我们其实有针对 这个加权 平均 回去做一些解释 好 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们在看每股盈域的时候 好 这个 这个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 这是我们初块里头讲过的 好 每股盈域的计算 好 那中块里头要讲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记得 课本上有讲的 所谓的红利因子 好 那红利因子的话呢 我们待会再看例子好 先跳过去好 待会再讲这个东西 我们先讲每股盈域把它讲完 然后再讲里面有些东西要去调整的 好 每股盈域 除了这种表达方式之外 这个应该是不稀奇 因为这是我们初块里头讲过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的是那中块要谈 再谈一次每股盈域要谈什么 我们刚刚一开始我就先讲了 我们要去谈 就是公司的资本结构 我们会影响我每股盈域揭露讯息的方式 跟它的内容 就是揭露的内容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一个复杂资本结构 所以什么叫做资本复杂跟简单呢 好 资本结构 也就是说他一个公司的资金怎么来的 好 那在资本结构里面呢 当然我们会想说资本结构 好像就是权益嘛 那一个公司的资金从哪里来 就是股东投资来的嘛 对不对 股东投资来的 有没有其他的呢 有啊 我们在讲飞格东复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说 一个公司当时要投投资金的时候 它有两个管道啊 一个是什么 发行股票啊 好 那当时你再去决定 是发行普通管特别股 那一个就是什么 就借钱啊 那你是不是怎么借 是跟单一个人借 银行借 还是跟很多人借 是发行公司在嘛 好 所以当时我们也谈 你的一个公司资金的 筹拓方式有这两个管道 所以它的资本结构 就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资金的 筹拓的方式嘛 好 所以它的资本结构 要去看 如果我们在算美股益育的时候 记得吗 看到 我们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普通股的股数 好 那我们说资本结构 如果什么是复杂资本结构 复杂跟简单在于不是说 这下公司有发行普通股 有发行特别股 它就是一个复杂资本结构 不是 那也不是说 它还发行普通股的特别股 不是复杂资本结构 它还发行公司在 所以它是一个复杂资本结构 也不是 所以它是不是复杂资本结构 只看一个指标 只是看它有没有所谓的 潜在的普通股 什么叫潜在? 意思是说 现在它不是普通股 但是它未来可以变成普通股 那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 如果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 或者是公司发行 可转换特别股 也就是说这些债券 本来是一个债券的形态 好 但是它赋予投资人有一个权利 债券界人有一个权利 它可以转换成普通股 好 所以这个债券现在是一个债权人呢? 可是它未来可能会形成 变成是公司的股东 而且是普通股的股东 好 一样可转换特别股 它现在是一个特别股的股东 特别股有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享有固定股利 优于普通股 正义产产产分配权 但是它没有什么? 它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 不能参与表决 好 就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叫特别股 那现在它不是不能参与公司的这个经营权 就是借由选董监事来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 但是它未来这个特别股的股东 我们在发行这个特别股股票的时候 给特别股的股东有转换的权利 你未来可以把它转换成普通股 所以特别股的股东 未来可能会形成 会转换成是普通股的股东 所以它就是具有潜在普通股的性质存在 所以一个公司 它如果是一个复杂资本结构 我们刚才讲了 怎么是复杂资本结构? 只有它的资本里面 具有潜在普通股的这个权益或债卷存在的话 我们就认为 我们就讲 我们就定义它是一个复杂的资本结构 那复杂资本结构 我们美股盈余的揭露 除了这个叫做基本美股盈余的揭露之外 我们还要有一个西式美股盈余 什么叫做西式美股盈余? 也就是说 这个基本美股盈余介绍的 这计算的这个普通股的股数 是现在就已经是普通股的 那我在计算西式的时候 是把想象中这些潜在的普通股 如果都转换成普通股的话 它的EPS会长成什么样子? 好,所以我们的西式美股盈余 分子原则上不变 好,跟这里差不多 但是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因为如果你是个累积可转换的特别股 那就可能它会转换 那如果特别股转换 那它就没有什么 没有股利的计算了 好,所以呢 如果是西式美股盈余 它重点已经在讲是哪里呢? 如果我刚刚讲到的 潜在普通股的债券、证券 这个是属于证券 特别股税是属于证券 好,转换成普通股的话 那我的股数应该是多少? 好,那分子的部分呢 你要注意的 如果它是可转换的 公司在转换为普通股的股数的时候 你要不要发放利息给它? 你要不要支付利息? 不用啊 因为它是特别股的股东啦 所以这个债券的利息 我就不用发了 如果它是一个可转换特别股的股东 我转换成普通股了 那它不具合特别股的权利啦 意思是什么? 我们就不要去算了 就不用去扣我们特别股的股利了 好,所以你要想 不可能一个人 一个人的身份是多重的 你又是特别股的股 你又是债权人 好,那你是债权人 所以我要拿到股利 对不起,我可以拿到利息 对于是呢 我又假设它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的股东 我还是可以拿到利息 那不可能嘛 所以当我在计算这个稀释美股的 一个是假设 这是可转换公司在可转换特别股的 潜在普通股的股数行使转换权的话 那我的EPH会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我说它行使之后 它的我的普通股的股数会增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如果行使了之后 它如果是可转换公司在 我就不用付利息了 它如果是可转换特别股 我就不用发放股利了 所以这些计算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些的调整 这是每股盈语的计算 所以我说了每股盈语的计算 如果是一个复杂资本结构 我要揭露两个每股盈语 一个是基本每股盈语 那基本每股盈语它的计算就是根据 现在已经是普通股的股数 去算它的每股盈语 那西市每股盈语是 如果这些潜在的普通股 都转换成普通股的股数的时候 我的每股盈语会长什么样子? 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出来?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 它一定有稀释效果我才报告 如果造成反稀释的话 就不列入进来了 什么叫做反稀释? 无法在那科、转换公司、再科、转换特别股 考虑进来之后 它造成的EPS比基本美股还高 基本的EPS还高 那叫做反稀释 好,那反稀释我就不列进来了 好,那当然第二个我要谈的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去讲 那我可能有可转换公司债 可转换特别股 我可转换公司债可能不止一支 不止一支,一种 可转换特别股也可能不止一种 也就是说我的转换的权力不一样 我可以什么? 发行10%的公司债 然后呢,我的转换的股数是 每1000块的公司债可以转换20股 那隔了一阵子可能我又发行 我需要钱啊 我要再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那我的利息一定是什么? 根据当时的市场利率去评估的 所以那时候市场利率只有5% 所以我提个4% 好,那因为呢? 他市场利率5% 我只提供4% 对投资人是不是不具合信力? 因为我给你转换权 未来每1000块的公司债 你可以转换成15股、25股等等等等 所以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条件 所以你可转换公司债 可能不止一种公司债 可转换特别股 也可能不止一种特别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他什么? 每一种的公司债 每一种的特别股 如果行事转换 对每股盈利的影响 分别先算出来 那再根据他的稀释效果大的加进来 然后呢? 未来如果会造成反稀释了 那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我们就不把这些 可能可以潜在普通股的转换的 影响放进来考虑 因为他造成了反稀释的效果 所以这是每股盈利 当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 要考虑到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课本给我们的例子了 之前讲了这些概念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例子了 所以这些观念你有了 好 所以我一开始我们说 为什么我希望说你先 那个先预习过 因为我讲的时候 你可能很快就说 哦 我昨天或前几天看到预习的时候 我看到课本讲了些什么 哦 原来是在讲这个东西 原来是用到这个情境 那我就 刹那之间就豁然开朗了 所以我在讲例子的时候 你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好 假设你没有预习 但是只要我上课讲的东西 这些观念 这些逻辑 这些流程 你都搞得清楚 我相信 习品你也可以做了 好 例子 我在讲的时候 你也很快可以进入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的例子 加权平均流通在外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可是你是什么 所有的潜在的普通符都要三千兰 也是一样加权平均哦 好 但是你要假设它形式转换了 所以它是什么时候 形式转换的流通在外的普通符的谷处 所以这个我也很难写 因为它其实跟这个很像 跟这里很像 只是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好 像这个税后净利 这个税后净利 如果你是可转换公司在行使转换 你税后净利也要调整啊 因为你利息不用付了嘛 所以你税后净利的金额 就跟你损益表上面的税后净利的金额 不会一样 因为你的公司在行使转换了 那公司在行使转换 你就不用付利息 那不用付利息 你的税后净利 会跟你现在报表的一样吗 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公司其实是长的几乎是一样 但是里面的实质上面是有些变动的 有些不一样的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每股盈余的计算的时候 请你先看一下 势力 好 势力14呢 先去讲加全平均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好 我们先把势力14先讲加全平均 这比较简单了 那看一下呢 25页 好 加全公司X6年年初流通在外的普通股有10万股 4月1号发行现金减资减少1万股 5月1号又买回普通股2万股 8月1号又发行普通股8万股 那12月1号出售库长股1万股 然后算他的加全平均流通在外的股数 好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的数字列出来就好了 1月1号 然后呢 他是5月1号 来几号 1月1号10万 然后4月1号 好 一开始10万 4月1号买回1万 5月1号又买回2万 好 不管他是现金增资还是买回库长股 反正对流通在外的股数就是减少了 然后再来呢 是8月1号发行的8万 哎 8月1号吗 8月1号发行8万 好 再来12月1号 好 我出售了库长股1万5千股 好 这是这上面告诉我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加全平均怎么算 好 那我们当时候讲加全平均方式有两种算法 好 那两种算法呢 其实 呃 比较好的算法 我们先把两种都写出来 但是 当我们比较复杂的时候 另外一种算法可能比较不容易算 我们当时候讲过两种算法是 好 10万 我留通多久 12分之3 因为4月1号就变动了嘛 好 那加上我4月1号开始剩下9万 维持多久 一个月而已 好 因为10万我收回1万 然后再来呢 5月1号我又买回来7、2万 所以剩下7万 这7万股留那个维持多久 5、6、7、3个月 再加上8万的时候 8月1号的时候我增资了 好 就是另外发行的8万股 所以从7万股变成15万股 好 多久我股数又移动了 8、9、10、11、4个月 好 那12月份的时候呢 我的股数变成16万5千 因为15万加上我12月1号就发行的 1万5千股 所以是12分之1 因为一个月 12月1号到12月3号一个月 所以你可以检查分子的部分 要等于什么 12 好 3、14、7、11、12 好 这是可以检查的方式 所以这样子计算 会跟另外一个计算方式的结果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我10万股 好 流通了多久 12分之12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12个月 一开始就12个月了嘛 就是一开始就存在了 另外一个 我减少了1万股 好 然后减少 从什么都开始减少了 它是12分之9 因为4月1号就减少了 所以后面它就没有了嘛 好 然后再来是2万 折合起来呢 它全年度减少的是12分之8 因为什么 4、5月1号就开始没有 就减少了 再来就是8万股 我全年度相当于流通了多久呢 加损平均之后就流通了 8、9、10、11、12 5个月 然后接下来呢 1万5千股 好 那我流通了就是多久呢 就一个月 好 这样子的加起来会等于这样子是一样的 好 这样子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计算呢 比较有缺点吧 因为万一有什么股票股利啦 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发生的话 你这边的计算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基本上这样的计算的结果 会跟这里是一样的 这是加权平均的计算 那后面的事例里头呢 会讲另外一个 如果你放放股票股利的话 那我看一下后面的 好 所以这边跟我这边写的一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事例15 他如果全年度呢 有2万股 然后呢 4%的累计特别股 然后1月1号呢 有普通股10万股 4月1号现金增资2万 7月1号发行10%的股票股利 然后10月1号买回1万2千 10月1号进行股票分割 好 所以我说你当你有进行股票分割的时候 这样的写法就会比较困扰一点 好 所以呢 我会比较倾向于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写 会比较好 好 事例15呢 我们看一下 好 他的有10万股是普通股 好 普通股是10月 1月1号开始 我写在旁边先把它补住 易东新写出来 然后呢 4月1号 现金增资2万 然后7月1号发放10% 2万 然后7月1号发放10%的股票股利 然后再来是10月1号买回1万2千股 好 再来12月1号我们做什么 12月1号我们是做什么股票分割 1分为2 股票分割 好 那我们先第一个先来算他的 加权频率流通之外股数 因为这个特别股的股利是最后再来算的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10万股 第一个他有没有他有发放股票股利 你要记得他发放股票股利的话 是针对他宣告之前所有债的股数 都发放股票股利 好 所以这4月1号所发行的2万股 他也有发放到股票股利 好 只要是我宣告之前已经存在的股数 全部都有发放到股票股利 好 那我的股数呢 会10万股 因为发放股票股利 而且我们说了 因为股票股利呢 是针对我宣告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所以形同我的股数一开始就是增加那么多 好 所以我的写法我会乘上1.1 1是本来的10万 那0.1就是什么 股票股利10% 好 然后因为再来股票分割 股票分割 因为我也是针对我宣告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股票去做分割 所以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分割 虽然我在12月1号才公告的 但是这些股数是从一开始 如果在公告之前就 分割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他就形同什么 一分为二 好 所以 接下来看一下 他做了股票分割 所以一分为二 好 那我的股数留得通多久 十二分之三个月 好 因为四月一号又发生变动了 那四月一号呢 我的股数变成十二万股 那因为他也有分配到股票股利 所以是乘上1.1 那他也做了什么 股票分割 好 那我这流通多久 十二分之三 好 那七月一号之后 我的十二万股就变成三万两千股了 因为已经什么 股票股利发放了 好 所以乘上 所以这边我只把它乘开而已 然后我现在这个股数维持多久 三个月 七八九三个月 好 十月 我的股数呢 从十 又变成什么 因为又变成十二万股了 因为买回一万两千股 好 但是呢 一样 我有十月一号 十二月一号之前 对这些股票都一样做股票分割 那维持多久 十二分之十十一两个月 最后十二一号 我一分为二 十二万股就变成二十四万股 维持多久 十二分之一 一个月 所以我把这边加起来 就是我的加权平均流通在外股数的计算 所以股票分割 股票股利 都是针对我在宣告之前 公布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股票 股数去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记得你不要说 那我十月一号嘛 所以七月一号才做百分之十 所以七月一号才增加百分之十嘛 不是 是因为针对前面就已经存在的股数 就去做股票分割 对不起 就去做股票股利的八法 也不是八法 就是他的股票股利的情况之下 他的股数就会增加 所以这样的方式去算出 我的加权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所以这个写法 我相信跟课本一样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这边算出来之后 我们的EPS 因为这个例子呢 它也是个简单资本结构 好 他的每股盈余呢 是怎么算的 因为他的净利是八十二万一千 好 特别股的股利 好 特别股的股利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2万股 然后每股的面值10块钱 一百块 然后剩下百分之四 所以我的股利是四万 特别股的股利 累积特别股的股利 所以你都不用去管他 他也没基建几年的 我只扣当年度的 好 然后我的分子整个算 我的加权平均流通算出来 是二十四万六千 好 可以看一下 两万乘上一百乘上点零四 对不起 按错了 所以是八万块 好 那我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课本上面写了二十四万七千吧 好 二十四万七千股 好 所以就是把这边按照这样的算出来的结果 就可以得到 我的加权平均流通之外股数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重点就在于 他有股票股利 他有股票分割 好 好 这是势例十五的计算 每股英里的计算 所以加权平均流通之外股数是一个重点 好 如果算基本每股英里的时候 加权平均流通之外股数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好 因为怎么去计算出来 好 这是势例十五所写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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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